好 來了 好 今次找到何議員 你好嗎 何議員 你好 何議員 你那個高鐵的撥款投票 你自己的意向是怎樣 其實這件事的討論 都是這幾個月然後 因為蔡元村居民大家保衛家園 才會挑起整件事的討論 現在大角咀的居民也都講了他們的擔憂 你看得到那個諮詢其實是相當小 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雖然我同意香港的鐵路網 應該和全國系統接合 但是應該是一個好些的方法去做這個工程 選址是非常之重要 其實我是希望政府是能夠暫且停一停 再慢慢和居民大家一起想一想 哪一個方案才是最合適香港的方案 好 那在投票的時候 會不會我們前一陣子 特首的電燈膽那些申報利益那些問題呢 會不會有一些公務小組裡面的同事 其實是在申報利益方面 做得不是很足夠 或者會不會在這一方面 會多些研究呢 會不會看實這些東西 那就立法會裡面的申報利益機制呢 都既定了在這裡 就是如果任何議員 是和一些可能相關的成建商 是有一個僱員或者服務合約的關係 又或者是超過百分之一的股份持有量 都是應該公佈 那我相信呢 如果大家這麼關注之下呢 萬一是有利益衝突的議員呢 我希望他們都能夠自己 快點記得起 就快點自己申報了 如果不是就麻煩了 是吧 好 謝謝何依依 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Thank you 乖了 謝謝